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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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挺好的 为什么卢彦鸣就不喜欢你呢 这雨一时半会也停不了 我困了 睡会儿 啊 啊 啊 喂 喂 你别说你没跟别的男人睡过 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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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去吧 走 走 别急 怎么 走 走 快 快 走 快 快走 妈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啊 我不能走 我要走了 你爸爸他会想尽办法 把我们两个都给弄回来的 我在这儿反而还能顶一顶 你快走吧 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放心吧 快走 别挥头 快点跑 快走 走 火车出了城以后会往北走 在这儿 转弯往西 好 过了省境以后 陆广山董事长会派其他车队接营 但是出城以后这段路人烟稀少 路也不好走 过去许多来往的车辆 都是在这段路上出事的 聂龙 聂龙 聂明 聂狗 那你们聊 我去准备 一会准备好了 我才过来叫你 走 我去 可不可以 我去 我去 好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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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眼看着我爸 因擂台比武而死 接着弟弟又失踪了 我以为 这是我这辈子 最痛苦的事情 可是这几天 失去你的感觉 让我好害怕 原来 我还会这样地心痛 我不是想办法逃出来了吗 重新回到你身边 而且我也相信 你跟你弟弟一定会团圆的 这次我答应陆氏起义 帮他们 把化工设备运出城去 待会儿就要出发 但是这次的任务 能不能成功 我也没有把握 如果有什么不测 我以后 就看不到我弟弟了 不要说这种丧气的话 会平安回来 我等你 聂大哥 该出发了 来 接一下啊 来 一 二 走 接着重点啊 聂大哥 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聂明姐 聂明姐 你这身打扮 看起来跟聂龙哥 可有副迹象了 别闹了 快去检查东西 别出差错 你逃出卢家 三爷肯定会派人追来 留在这儿也不安全 来 使劲 现在战事吃紧 我们手托 把这户人家的家挡 搬到外面 你跟着去吧 暂时避一阵子 铁哥是专程过来 帮着我们 跑这趟车的 路途中 他和小六子会保护你 我不想离开 我想跟你在一起 燕明 你一向明示力 怎么这时候说傻话 别耽误时间了 快上车吧 灵龙哥 你放心吧 我跟铁哥 会照顾好燕明姐的 好了 咱们出发吧 好 都装好了吗 装好了 放心吧 燕明姐 好 都装好了吗 我会等你的 我不给你添麻烦 但是 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你听到了吗 我不许你少一根头发 铁哥 铁哥是个好手 燕明跟着他 不会有事的 你放心吧 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咱们出发吧 好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嗯 船长 他们的车队已经出发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小六子 嗯 你们替陆氏什叶 运送设备 可是聂龙和商界 从来就没有什么往来 他们陆董事长 是怎么和你们搭上线的 哦 是东哥的爸爸 杜伯伯 杜英豪 对 可是聂龙跟他有仇 怎么可能会答应他呢 哦 聂哥说了 说现在国家有难 这个时候 就该顾全大局 放下小我 大伙牵口对外 日本鬼子 才是咱们真正的敌人 杜伯伯 还有陆董事长 他们都是方舟统计会的人 是日本人的眼中钉啊 这趟任务 太危险了 卢小姐 国家有难 匹夫有德呀 对 聂哥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 在乱世里边 机器设备 比人民更重要 所以这次大伙 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是死如归的 是死如归的 聂哥 我听说卢三雄最在乎的 就是他女儿 你想说什么 不是 我是说你 为什么不让卢小姐 上我们的车呀 这样他卢三雄想要搞事 也得计划切花 我不想冒这个险 这怎么能叫冒险啊 不是 你想想看啊 他心狠手辣的卢三雄 最在乎的是他女儿 如果卢小姐在我们车上 我估计他 根本不敢动咱们 道枪无眼 即便卢三雄在意他的女儿 可一旦打起来 谁也控制不了局面 我不想叶明受伤 原来你是不想冒这个险 聂哥 卢小姐跟小六子走的时候 他看着您想哭 现在他如果知道 你这份心思 这么想保护他 肯定更感动 更爱你了 这就叫狼有情 妾有意啊 你可要为卢小姐 保护好身体啊 你瞎说什么 开你的车 好 聂哥 是这小子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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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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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下车 叶龙 聂龙 只要你把陆氏化工企业的 设备留下来 你们就可以安全地离开 这个活我接了 恕难从命 聂龙 三爷觉得你是个人才 所以才会允许你在这 三不管的地方成就一番势力 若是你真以为凭自己的本事 就可以开创今天的局面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识实物者为俊极 若不是三爷背后罩着你 在你们霍运行开幕的当天 就把你们给端了 三爷的心意我心领了 可是我们长发 接了这个活 就必须把货送到 三爷 车里什么都没有 咱们上当了 好个调虎离山计啊 好个调虎离山计啊 你跟我女儿的事 三爷 我们常发运送设备 是个生意 是个买卖 我跟燕明的感情 是另一回事 绝不能混为一谈 卢三雄 运送设备的车辆 早就走得远远的了 而且其他设备 也由另外的车队运走了 你们想追 也追不上了 三爷 原来让您栽跟头 那么容易啊 光统 一个都不留 上 没事吧 没事 小心 小心 怪不得不买我的账 原来你们早就勾结到一起了 卢三雄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我不会用师门教训来处罚你 那是你的师门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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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三爷 你没事吧 三爷 没事吧 三爷 撤 小心 快 快 撤 快快快 快快 撤 撤 阿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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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嘛 怎么样 你是宫殿的再好 遇到洋枪洋炮还得死 看来我得多动几把枪 毙了它 来 慢点 老爷子 来来来 快坐 老爷子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为什么不去医院啊 是老爷自己不肯去医院 我们已经叫过医生了 在路上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不要亲自带人去 不去拦个车吗 为什么还要当上自己的命呢 你们也是 这么多人跟着 连老爷都看不住 还有脸回来是不是 聂龙那帮人 根本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可谁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亲 是杜英豪把老爷打伤的 杜英豪 杜英豪跟聂龙是仇家 他们怎么可能联手呢 是啊 可是杜英豪出现 的确令人意外 我们具体情况不清楚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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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来来来 来 好 给我烫死我啊 心里不痛快 也犯不着拿杯子出气啊 杜英豪伤了我 你高兴了是吧 你不是一直盼着他杀了我吗 你现在正在气头上 我不想跟你说这个 你给我站住 好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当着大家的面 我没有什么不好说的 我卢三雄的脸我今天都丢尽了我 杜英豪是你的老情人吧 你龙又是叶明的新上人 他们俩本来有血海深仇 却突然连起手来对付我 你说 你说 你是不是从中搞鬼了 你们母女就这么恨我呀 就巴不得我死 你疯了 你瞎说什么呢 我被你关在这里 杜英豪和聂龙他们的什么事 我怎么能知道呢 好 就算你就不知道 好 去 把叶明给我叫来 我亲自问他 老爷 去呀 还愣着干什么 老爷 小姐 小姐她逃跑了 你说什么 你们一个个的废物 翻筒 就把小姐给我找回来 找回来啊 去 把小姐给我找回来 老爷子 老爷子没事吧 去看我医生怎么还不来 快去看傻生去看什么快 快走 来 老爷子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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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心 小心 醒了 来 这么多人走来走去的 你怎么不叫我呀 我看你睡得跟猪似的 就没舍得叫你 你哪来够沉啊 怪不得里面装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这种地方睡了一夜 真的是太刺激了 哎 来 我们去上回那家老山东吃饺子吧 好 哎 在这儿呢 少爷 少爷 你昨天一整晚没回去 怎么在这种地方 喊什么 没回去怎么了 天塌了 出事了 老爷阻止聂龙运送化工厂设备 被杜英豪打伤了 怕受伤了 严重吗 伤得不轻 老爷回家以后 发现小姐跑了 更是气得大发雷霆 还吐了好几口血 见面跑了 我知道在哪儿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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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这是你家少爷的命令 别跟着了 六 六总 你们都平安回来了 太好了 小六子 往回赶到路上 我心里还不动不能跳呢 瞧你那样 化工厂的设备顺利交出去了 咱们这趟任务 算是圆满完成了 当然了 有我小六子在 肯定福星高照啊 吹吧你就 吹吧你就 和冬瓜一样 小六子 燕鸣呢 送到你老家了吗 他没去 他去北方 找你弟弟的下落去了 燕鸣去北方了 他一个人去的 对啊 你为什么不陪他 也好照顾他 他担心你这边人手不够嘛 就非要让我赶快回来 一个人跑到北方帮你找弟弟 燕鸣姐对你可真有心 燕鸣啊 你现在名号打出去了 往后 省门的生意肯定接不完 咱们合计合计 爹 爹 这话先不着急说 大伙都刚回来 让他们休息休息吧 燕鸣哥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你先休息吧 好吧 你们也休息一下吧 这趟任务顺利完成 大伙论功行赏 今晚加菜打牙劲 好嘞 好嘞 杜前辈的武术功底 真的是深厚 能当他的对手 少之又少 好嘞 燕鸣呢 他不在 放屁 我告诉你他从家走了 他不在你这儿 没地方可去 你要不把他交出来 我就一把火把你这破地方 给烧了 我都说了 他真的不在 你刚刚往被子里藏了什么 我没必要告诉你 你 别动 你怎么会有这个 我爹是邱政荣 当年擂台比我一时失守 去世了 我的弟弟也走世了 这个布隆古 是我弟弟求证 留下的唯一东西 这十八年来 我一直待在身边 我走了 我走了 阿朕 阿朕 他 真的是你吗 我大江南北四处流浪 苦苦找了你十八年 我姓卢 燕鸣都跟我说了 你被川崎拐走的时候 刚好七岁 阿朕失踪那年也是七岁 是 燕鸣跟你说的 小时候的事我早就忘了 小时候的事 你一切都记得 你刚才看到这个布隆古的手 你的反应告诉了我一切 那是你一厢情愿 是你一厢多了 阿朕 燕鸣去了北方 去帮我打听我弟弟的消息 他都知道 我朝思暮想也要找到你 别跟我提燕鸣 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 阿朕 我在跟你说我们两兄弟的事情 阿朕 阿朕 你冷静一点 你听我说 你给我听好 我叫卢少青 你再乱讲的话 我一枪打死你 少青 走路没张眼睛 是你没张眼睛撞了我 你撞谁了你 赵鸣你放手 放手 这撞我还有理了你 别冲动啊 赵鸣你别冲动 你快走啊 你心情不好 别拿别人撒气啊 你冲我来 冲我来 行了 你消消气吧 那姓孽的是你亲哥哥 兄弟相认了 不是一件好事吗 谁告诉你 他是我哥的 行 就算他不是 你笑两声 掉头就走 你犯得着 像现在这样吗 你恨那个姓孽的 是因为他抢走了 卢雁明 对吗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是吗 可是我刚才看到了 电龙他就是很在乎你 我让你闭嘴 你听不懂吗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你自己 因为你是一个没有跟的人 你想家 想爹娘 想你哥 你一直都在想 可现在 你是卢三爷的儿子 你逼着自己不想 可是今天这个情景 你做梦都求之不得 好 你说得很对 可为什么非得是他呢 你最恨的人 就是你亲哥哥 这个就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别 卢三熊如果知道了 他是不会接受的 我也别小活了 我恨我自己会有这样的命运 为什么非得是我呢 少卿 我会永远守护在你身边 帮你守着这个秘密 帮你守着这个秘密 老爷 你伤还没有好怎么就下来了 后门的钥匙不见了 你放哪儿了 钥匙 我 放车梯里了 我来找 我 我记得就放这儿了 怎么不亲了 这个家没人敢这么大胆放走燕鸣 吃你吧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心想让秋雨母你回来 我怎么可能了 还敢对我撒谎 连你都敢背叛我 别怪他 是我 是我趁着他不在 自己偷偷进来把钥匙拿走了 你 林小姐 对不起 不问青红草白的就打人 我真是惹谁了 我 我可以跟燕鸣一起逃走的 可是我没有走 对得住你啊 老爷 少爷回来了 他人哪 让他来见我 少爷在练剑事 我替你放走了燕鸣 还挨了一巴掌 如果你答应我的事做不到 我下地狱也不会放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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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地狱也不会好 你会因此 还没那么大 我下地狱也不会放在线尼条 你会不会放到销 我下地狱也不太说得到 你现在先扔了 我下地狱也不会放过他 你没有把雁明带回来 所以不敢来见我是吧 我去找过聂罗 雁明不在他那儿 所有该找的地方我也找了 对不起 爸 我没找到雁明 以你的个性 就算把上海滩掀个底朝天 也得把雁明找到 你没骗我 不敢 杜云豪废了我的左手 今天差点又废了我右手 幸亏我躲得快 你知道他这样对我很下毒手 是为了救谁吗 聂龙 想不到 聂龙和杜云豪 本来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可他们现在居然 连起手来对付我 可是在我命悬一现的时候 我的儿子在哪里 我苦心养育的儿子在哪里 得起手 我的女儿 好不容易回到了这个家 可又迫不及待地逃走了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我的儿子竟然也不在身边 我问你 你的心里究竟还有你这个爸吗 爸 对不起 爸 真的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了 对不起 你现在已经对我说了三遍对不起了 你知道你对不起我 你知道你让我多失望 你知道吗 真的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了 我把雁明留下来 以为会牵制住聂罗 可是雁明却跑了 聂龙这才会肆无忌惮地对付我 我真是后悔啊 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 对聂龙不应该手下留情 真是仰虎为患啊 真是仰虎为患啊 儿子 他们俩连起手来的话 就会要了你爸的命 爸 不会的 雁龙只是手头去宋舍内 都以好始终是他的杀父仇人 你懂什么 人心难测呀 这利益当头 道义和仇恨都可以放在一边 你知道吗 是谁帮雁明逃走的 当时你大妈一个人 把这件事扛了下来 可我怀疑就是零岚 多可怕 连她我都不能相信了 这仇人 敌人和枕边人 个个心怀鬼胎 都不能相信了 少卿 这雁龙横刀夺爱 夺走了雁明 我知道你对他恨之入骨 现在他跟杜云豪连起手来 对我不利 也是对你不利 以后无论你怎么对付他 把刀不回阻碍 女大不中留啊 我的女儿真是让我寒心透了 我现在是妄子成龙 把所有的心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儿子 你答应过我 说你不会离开我 你说你会永远支持我 你可别忘了 儿子 你知道吗 终日这场仗打得真好啊 敌我双方都落了原形 我们一定会赢的 到了那个时候 整个上海 就会是你我卢家父子的天下